那么时间表达也都很好奇 那么另外习近平在政治报告当中 提到了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要由中国人来决定 也提到了外部势力干涉 极大部分指的是美国 那么教授近期美国的台湾政策法案当中 美国参众两院表达了对台湾的支持 但是白宫方面还是一再提及 一个中国原则不变 那么老师您怎么看美中之间 对台湾的变与不变呢 教授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 郑独同刚才我们提到了 台湾问题已经相间进去 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里头 特别是8月初的时候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来台 以及接下来包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其实通过的台湾政策法案的版本 而众议院也提出相应的版本来看 里头都有些敏感的字眼 所谓的敏感字眼是从北京的角度来看 这个东西涉及到所谓的一中原则 那当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那就属于一中政策的部分 那我想美国的部分 其实行政部门 他其实一直有在踩刹车 就是关于甚至包括 裴洛西来台或者是台湾政策法案 美国的行政部门是有在踩刹车 但是立法部门在对这个议题 稍微的比较强烈一些 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讲 就是说其实应该说反中这个议题 在美国大部分的民众 将近七成以上的民众 基本上对中国都是采取 印象都是不大好的 那所以共和党跟民主党这两大党 那当然他要选举 在民主体制里头 他也不能违反民意 所以我们都会看到 不管是共和党执政 或者是民主党执政 事实上对于中共 对于中国事实上也都越来越强硬 不过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从北京的角度来看 他就觉得你可能是在扮演黑白脸 就是行政部门你在踩刹车 你是在扮演白脸 而立法部门在扮演 比较属于激进 或者是压力比较大的 对中压力比较大的这一方 那可能是在扮黑脸 所以从中国的角度 应该是这样看 就是说你再扮黑白脸 不过台湾 我们自己必须要注意的 就是说在这种等级的超级强权 两大强权之间的较量 它是一种长期跟结构的 而这个长期跟结构 彼此要一次性的去压倒对方 基本上这是不可能 所以他们可能会来来回回 也就是说战略上面的竞争 跟冲突这是肯定的 可是战术上面 彼此可能有时候会有点妥协 不过夹在中间的我们必须要去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说当这两大强在进行竞争的时候 我们到底所扮演的角色要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可能冲过头之后 发现其实美中之间 它只是在战术上面 它会进行妥协 那我们冲过头的话 其实有时候可能比较不利的是我们 以上谢谢 那么教授您也曾经提过 现在对台湾来说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风险最高的时代 那您怎么看台湾目前的处境呢 好 确实如同刚才提到了 台湾问题相间进去中国的两个大局 特别是国际上面美中战略竞争的大局 所以对我们来讲 其实它就是一个 对我们来讲 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所以最好的时代就是 国际能见度增加 或者是国际相关的 对我们的关注 甚至实质上的支持 其实事实上是增加的 那但是呢 抱歉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种能见度的增加 对我们来讲 实质上的意义到底会是什么 这必须我们必须要去了解 那风险最高就在于 就是说今天 正如同刚才我们提到了 就是说中共对台的统一的意图 甚至也有提到 不放弃武力犯台的这个部分 它会导致北京认为 其实我们一直是站在美国这一边 那站在美国这一边 那台湾问题又涉及到 中共认为最重要的核心利益 中国现在界定自己的核心利益 包括主权 安全 以及发展利益这三个地方 那台湾从北京的角度来看 台湾现在好像在任何的议题 基本上都配合美国 所以它对台的一些政策 可能它自己本身 它的压力就会增加 给台湾的压力就会增加 因为台湾到底要怎么去走 就是说在美中战略竞争里头 它会不会妨碍到它的第一个大局 中华民主伟大福建的大局 以及妨碍到它跟美国之间的竞争 例如我们看 晶片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 所以我刚刚意思是说 其实现在最好是因为 最好的时代是因为台湾能见度增加 但是风险最高有在于 中共对台的政策 它的紧迫性会增加 以上谢谢 那么谢谢王兴贤教授 针对中共二十大习近平所说的内容 以及美中台关系 为我们带来精辟的分析 谢谢您 谢谢主播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